我们要来怀念一个人物 她就是美姐 梅艳芳 女人花摇依在红尘中 其实你虽然看 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就转眼 梅姐走了已经有十年了 其实我觉得今天对她来讲 还更加不一样的是 除了是她去世十周年 也是她名诞的五十周年 有很多歌迷还有演艺圈的人 非常非常怀念她 非常怀念她 你知道最近就是关于这个 梅艳芳 梅姐遗物被拍卖的消息 也是占据了各大娱乐版面的头条 其实我觉得还蛮奇怪的 因为我们之前节目也有提到 在梅姐走了之后 其她的生前的故居 还有很多她生前的宝贝和收藏 都是被封存起来的 怎么会被拍卖呢 封闭了十年的梅艳芳故居 上个月由她生前委托的 遗产基金售出后 屋内遗物也随后进行拍卖 10月9号起 故居开放给粉丝参观 平调三日 拍卖品中最珍贵的 包括刘德华亲手写的 《心经莫保》 《贝克汉姆》签名足球 《就爱静腾珍艳》的相片等 对于梅姑的遗物拍卖 圈内各好友也是表达惋惜之情 我希望她的所有的物品 都可以有一个地方 或者有一个空间可以保留下来 让喜欢她的人 她的粉丝可以去怀面一下她 怀念一下她 但是很多事情 我们外人不是那么清楚的 所以我觉得 还是要尊重她的信誉基金吧 对于遗产拍卖 梅姑大哥 梅启明也是第一时间 出来发话 情绪激动 向媒体控诉 所以她就很紧 我会好什么 我一定没有 现在是新来 但我们来一段不是民族 来一段什么东西 都没有